老婆重生了,这一次,她果断跟我离婚,转头嫁给追了她好几年的舔狗黄茂晨,因为她知道,一年后,我会破产,而黄茂晨会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商界新秀,却没想到,离了婚的我视如破竹,带领公司坐稳了全市首富的位子, 而黄茂晨只会窝在家里赌博吃软饭,被老婆从顶楼推下纳客,我正愣地看着她癫狂的面容,沈杰明去死吧,只要你死了,我就能重新跟阿晨在一起了。 恍惚间,一个男人从后面走来,挽住老婆的腰,手里还叼着烟。 哈哈哈哈,沈杰明,你也有今天,当初你不就是仗着自己有一点臭钱,逼着小孟抛弃我,现在家破人亡,都是你的报应。 你,我已经来不及说话,只能瞪大了双眼,死死盯着这对狗男女,好恨。 再睁开眼,我重生到我和刘沁梦新婚第二天,心中十股的恨意让我握紧了拳头,既然重生了,怎么就没早一点,还要让我娶了刘沁梦那个毒妇,沈杰明。 你就是个窝团废,我后悔了,我要跟你离婚。 我刚冷静下来,走到客厅倒了一杯水。 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,才能尽快解除和刘沁梦的婚姻关系。 玄关处的门就被大力推开,刘沁梦气喘吁吁地跑进来,直接大声摊牌, 我探究地审视着她,捕捉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嘲讽,我记得上辈子的这个时候,可是我们夫妻两个感情最好的阶段,我家还没破产,她满心欢喜地嫁进来,面上对我装得百依百顺,现在这一副看不起人的模样,难道,小梦,你在开什么玩笑,离婚? 为了进一步试探,我只是不解地歪着头,对,离婚。 你不过就是个靠家里的废物,有什么用? 等没过多久,你家公司就破产了,还得让我跟着你受苦,我才不干。 刘沁梦讽刺地勾着唇,然后大喇喇地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,眼里对我的鼻是赤裸裸的, 这下子,我确定了,刘沁梦也重生了,并且一重生就要跟我离婚,我按捺住内心恨不得尽快答应的冲动,只是蹭地一下站起来,你胡说什么,刚结婚就想离婚,好好的还诅咒我家公司,你怎么变成这样? 我面上表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,尽量让自己的反应看起来更加真实,没顺利离婚之前,我一定不能让刘沁梦知道我也重生了。 免得节外生枝 呵,我一直都是这样,当初要不是看你有点钱,我怎么会跟你结婚,还抛弃了一直追我的阿尘,现在想想,你也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废物,要是没了你爸妈给你留下的财产,你什么也做不了,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,赶紧离婚吧。 刘沁梦连装都不装了,说起黄茂尘就是一脸娇羞样,呵,还不是因为他知道黄茂尘未来会一军突起,成为商界新秀,行,那就离婚。 我沉着脸,当即就硬了下来,刘沁梦只冷了一瞬。 没想到,我会这么容易就答应了,当即喜笑颜开,拿着自己的包,就美滋滋地出门,临走还不忘提醒我,明天下午民政局。 当天晚上,刘沁梦直接没有回来,我的人传回消息,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找上他的旧情人黄茂尘了,还没拿到离婚证,两个人就旧情复然, 果然是没把我放在眼里过,就算黄茂尘今后会成功又怎样,我始终相信乾坤未定,你我皆是黑马,这一次,我一定不会再重蹈覆辙,我本以为等下午正领了之后,我和刘沁梦就能分道扬镳。 却没想到,一大早的,他就带着黄茂尘登堂入室,沈杰明,咱们夫妻一场,离婚,你应当给我补偿。 一进门,刘沁梦只是暗自朝我翻了个白眼,就开门见山地提要求,我饶有兴趣地盯着她,这个女人,昨天还一副看不起我的样子,好像只要离婚,就什么都不要一样。 结果,今天又急不可耐地要钱了,触及黄茂尘,眼睛贼溜溜地打亮着我家,我瞬间懂了,结婚第二天,你就要跟我离婚,还好意思要赔偿。 我没告你骗婚就不错了,我冷冷地瞥了刘沁梦一眼。 随即坐到了沙发上,不理会他们,就算结婚一天,那也是夫妻一场,我有权分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,不然,我就告你们沈家欺负我一个弱女子,到时候,看你们脸面往哪里放。 见我不为所动,刘沁梦急了,快步走到我面前,趾高气昂地双手交叉抱在胸前,自以为拿捏住了我的命脉,我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她,你忘了,我名下还没有任何的财产,你想分什么? 现在我无比庆幸,还好我爸妈一直防着刘沁梦,迟迟不肯松口,将房子和股份转到我名下。 刘沁梦跟我离婚,什么也分不到,我的话终于让刘沁梦反应过来,她的脸立即拉了下来。 破口大骂,靠,两个老不死的,防我跟防什么一样,我不管,沈杰明除非你给我五百万,不然我不会离婚的。 甚至分不到什么家产了,刘沁梦当即心意横,开始用不离婚威胁我,一直站在一旁看戏的黄茂尘,也跟着附和。 对,沈杰明,五百万,对你们沈家来说只是毛毛雨,只要你给了钱,我立刻让小梦跟你离婚。 看着这两人理所应当地敲诈我,我不离冷吃一声,不可能,离婚,我一分钱都不会给。 你,你再说一遍。 刘沁梦还没反应,黄茂尘最先黑脸,冲到我面前,提着我的一领咬牙切齿,我有条不稳地将她的手拍开,整理好自己的衣服,一字一句道, 这场婚姻,刘沁梦才是过错方,还没离婚,昨晚就等不及地给我戴了绿帽子,与法于情,我都没有给赔偿的义务。 我的话让刘沁梦脸上血色浸湿,她没想到,我连昨晚发生的事情都知道得清清楚楚,当时说话有些支支吾吾,但还在垂死挣扎,你别污蔑我,你有证据吗? 我讽刺地邪逆了她一眼。 这种无人眼球的事情,你确定要让我拿出来? 见我如此反应,刘沁梦也明白,我不是吓唬她,而是真的手里掌握了证据,立即就慌神了,黄茂沉冷着脸站到她身后,抚慰性地拍拍她的手,目光直视我。 这样吧,事情已经这样了,你和小梦也过不下去了,只要你给我们一百万,我们保证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。 此知现在谈判他们已经处在弱势,黄茂沉脸上一闪而过肉疼,然后率先让步,刘沁梦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缓过神,试图道德绑架我。 对啊,杰鸣,怎么说,咱们也是夫妻一场,当初的感情都是真的,难道你真就这么狠心,离婚一分钱也不分给我? 口口声声绑架我,却依偎在另一个人怀里,还不是想着趁我现在有钱,好好的捞一笔,我只觉得心里作呕,却为了自己的计划不得不忍下来,我会给他们一笔钱,但只能是一笔催命钱五十万多一分也没有。 我勾着唇,好半赏,才不急不慢地开了口,这么少,够干什么? 黄茂沉眼神阴了下来,下意识地嫌弃,刘沁梦也是。 脸色不好地沉默着,我只是慢悠悠地补充道,那算了,反正我是被出轨的,就算要离婚,我也不需要赔偿,还能省一笔钱。 行了,五十万就五十万,你给我说到做到。 我话还没说完,刘沁梦就开口打断了我,他死死握住黄茂沉的手,在他耳边安抚了几句,两个人就达成了一致,黄茂沉只是若有所思地打量我,满眼不屑,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,不过是觉得我好日子也没有多久了。 当天,我就让律师快速地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,五十万亿转到刘沁梦的账户里,他就火急火燎地跟我去领了离婚证,我如愿跟他一拍两散,很好,一切终于回到了原地,我一拿到想要的东西。 连看都没看,他们二人一眼,就驱车离开,接下来,当务之急是,我要拯救我家公司,按照前世的记忆,我家之所以会在一年后破产,主要还是因为被一个最大的合作商骗了。 而我没有记错,这个合作商,就是我爸最近刚开始接触的,我将离婚的消息告诉我爸妈之后,就重新回到了公司。 以前,我一直想着,要不靠家里,自己闯出一片天地,但很多事情哪有这么简单,与其从头再来,还不如直接成事上,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,重新将公司的业务都覆了盘。 将一些存在问题的项目都停了,还顺便将公司一些不老实的员工也抓了出来,合作商也被我换了,我选择跟一个刚起步不久的小公司合作,这个公司实力不俗,他背后的老板,是我们临时龙头企业老板的小儿子。 背靠大厂,绝对可靠,我花了半年的时间,帮助公司取得了一次次成功的合作,一切都在朝着与前世相反的方向发展。 果然,人定胜天,而反观刘沁梦和黄茂晨,在我意料之中的,他们拿了这笔钱之后,就彻底堕落下去,有了刘沁梦的预言。 黄茂晨坚信自己很快就会崛起,更加有恃无恐,每天不是赌博,就是拉着他的那堆狐朋狗友到处喝酒,刘沁梦虽然心急,但他也完全不知道黄茂晨后面是怎么起来的,只能任由他吃喝玩乐,很快,仅仅三个月的时间,我给的那五十万,就彻底被他们挥霍干净了。 没了钱,黄茂晨却还是不愿意工作,无奈之下,刘沁梦只能自己找了个公司行政的工作,每个月倒贴给黄茂晨钱,这样又过了三个月,直到他在电视上看到我成了沈氏的新任董事长,并且带领着公司完成了好几项跨国合作。 刘沁梦终于忍不住了,他直接找上门质问我,沈杰明,你也重生了是不是,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,你故意先让我提了离婚,让我拿不到钱,还在背后使绊子,断了阿臣的财路。 办公室门被人从外面重重地推开,刘沁梦心红着双眸,气急败坏地指控我,声音之大,引得外面的员工都频频侧目,我依旧气定神闲地靠在老板椅上,神色淡然,什么重生,我听不懂你说的话,明明是你先跟我离婚,我也人之意尽地给了你一笔钱,你们过得不好,别什么都怪在我的头上。 刘沁梦已经没了当初跟我离婚时,容光焕发的样子,几个月的操劳,让他明显地憔悴了很多,法令文都出来了,我看向他时,莫名其妙的眼神,让刘沁梦失了身,他眼神闪烁,有些半信半疑,你不是重生的。 那你为什么突然决定继承家业了,你以前不是?我家的公司,我想来就来,刘沁梦,我们离婚了,我做什么事情,还需要跟你报备吗? 我这里不欢迎你,你现在立刻给我出去,不然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了刘沁梦的话。 就让人将刘沁梦请出去,沈杰明,你不能赶我,我和阿尘把那五十万用光了,现在你成了董事长,有钱了,你得补偿我们,再给我五百万,不然我不会走的。 面对上前的保安,刘沁梦只是冷哼一声,丑恶的嘴脸终于接下来了,狮子大开口,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,挥挥手,他就被强制拖出去了。 你,我果真没有低估刘沁梦的无耻,都离婚了,还赶上赶着要钱,我原以为被我赶出去,刘沁梦就会消停一些,却没料到他根本就没走。 而是跟黄茂沉寝了一堆的媒体,在我公司底下闹事,说我们一家看不起他,故意转移财产,将一无所有的他扫地出门,他巧妙地运用了网友的仇富心理,痛斥我们一家子资本家欺负他一个普通人。 仅仅两个小时,这件事就上了热搜,越来越多不知情的网友跟着骂我,都叫嚣着要抵制我们公司的产品。 没法子,我只能现身见刘沁梦和黄茂沉,暂时将看戏的记者遣退,我将刘沁梦和黄茂沉拉到一边,尽量抑制着怒火。 你们想干什么?刘沁梦,别逼我将你们出轨的视频放出来,到时候看谁输谁赢。 刘沁梦无所谓的耸奸,就算你手里有证据又怎样? 只要你放出来,我就说是你们仗势欺人,设圈套污蔑我,反正名声对我来说也不重要,就算最后被实锤,我再出来道歉就好, 网友只会相信这一切都是你们有钱人给我设的圈套,我也没什么损失,但你可不一样,要我没猜错,沈氏的股票立马就跌了,要是舆论再传个几天,对你们公司来说,应该是致命的打击。 刘沁梦眼里闪过一丝狠力,似乎有一瞬间真的想跟我同归于尽。 真的,够狠,我死死地握住拳头,面上强行冷静下来,所以,你想逼我,那最好是能同归于尽,不然,只要我还有崛起的机会,你们就永无出头之日。 我知道,这个时候,我不能最先服软,不然就会被他们骑在脖子上得寸进尺,我就这样跟他们僵持了好几分钟,黄茂尘最先沉不住气,他那不修蝙蝠的脸上浮现出了贪婪,沈杰明。 只要你答应给一千万封我们的口,我保证和小梦出来澄清,一千万买你公司的声誉,这笔买卖,我相信你一定会做。 你也不想,父辈奋斗来的家产,就因为这么一件事没了吧。 从五百万变成一千万,黄茂尘浑浊的双眼盯得我头皮发麻,我仿佛被贪心的恶狼盯上,这两个人,出尔反尔,就算我真的松口给了钱,一用完,他们还是会继续敲诈我,从西安里德花了那五十万开始,黄茂尘的斗志就已经被磨没了,我不会再给你们一分钱的别做梦了。 我在心里快速地分析现在的局势,当机立断打破了他们的幻想,好啊,你,你给我等着,到时候别来求我。 我此时的硬气彻底激怒了黄茂尘,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 抓着刘沁梦的胳膊扬长而去,我赶紧给公司的公关部打了电话,将手里的视频也发了过去,得赶忙出一套解决方案,不然我的拒绝会让刘沁梦和黄茂尘变本加厉地抹黑我。 果不其然,当天晚上,黄茂尘就带着刘沁梦出席了记者会,刘沁梦在媒体面前声位俱下地控诉我家对他的算计。 还有黄茂尘煽风点火,一时间,他们两人在网上都火了,网友将他们戏称为勇敢对抗资本的可怜人。 公司的股价进一步下跌,让我意料之外的,所有股东都联合起来给我施压。 逼我拿钱稀释宁人,没办法,我只能下了军令状,承诺三天内搞定这件事。 我手里掌握的刘沁梦出轨的视频,是我最大的砝码,我必须一击击中,彻底逆转舆论,那我就只能在最高峰的时候反击。 第二天,当公司的公关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,黄茂尘则是领着刘沁梦继续在媒体面前煽风点火,仅仅两天的时间,他们开的账户竟然拥有了几十万的粉丝,甚至还恬不知耻地开通了送礼物的功能,通过卖惨狠狠地赚了一笔钱。 而我也被挂到网上网报了,不明真相的网友说我是负心汉,抛弃糟糠之妻,尤其是我家公司做的是实业。 因为网友的抵制,开始有经销商以货物囤积的借口找我要违约金,我被逼到了风口浪尖,而黄茂尘和刘沁梦,却因为这阵子流量越来越火。 我按兵不动,等到了第三天,终于在上午十点将刘沁梦和黄茂尘鬼混的视频直接放到了网上,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我还花钱雇了一些水军控瓶,反正是刘沁梦先不忍,那我就不易。 我知道,单就这一个证据,他们肯定会矢口否认,还好离婚后,我自知刘沁梦和黄茂尘的贪得无厌,一直暗地里派人盯着他们两个。 正好收获了意外之喜,黄茂尘自从拿了我五十万之后,就整天请他的兄弟团白吃白喝,整个人荒废得不成样子,甚至曾经在他的好基友面前口出狂言,声称我是个傻子,不仅送他老婆,还得一次次给他送钱,我找了很多方的关系,才拿到当时那个饭店的视频。 我让公关部高清不打马,直接也放了上去,还请了专业人员出场鉴定视频的真假性,左右我已经做好了四项准备,不能让这种烂人一直威胁我,有些损失,就是避免不了。 反正黄茂尘这几个月来的堕落,只要随便一查就能知道。 他们既然敢利用网友的同情心,那我就让他们阴沟里翻船,果不其然,面对我的指控,刘亲梦先是出面说,视频都是假的,被驳回后,就开始装可怜。 说,这是我为了顺利离婚耍的手段,我便让人放出了当初在民政局他带着黄茂尘跟我领结婚证的场景,这下子,他算是被实锤了。 视频上的迫不及待和笑容满面都坐实了他绿了我的真相,我作为一直被冤枉的对象,终于等来了舆论的反转,原先有多少人骂我,现在就有两倍的人去骂刘亲梦和黄茂尘。 他们的账号被网友骂到停泊,而我却因获得福利,打响了公司的知名度,这两天,公司产品的销量直接成三倍增长,原先对我步步紧逼的股东们现在都笑咧了嘴,我成功解决了这次危机,刘亲梦和黄茂尘竹篮打水一场空,还被网爆了一场,我心知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, 便还是让人继续盯着他们。经过了此事,刘亲梦好似发现了网红的赚钱之处,尽管网络上都是在骂他们的,但他不甚在意,反而窜夺黄茂尘一起直播,也不知道他给黄茂尘下了什么迷魂药。 两个人真的开始做起了账号,将自己的日常拍摄成视频,上传到网络上,每天晚上就开着直播等人打赏,因为先前的事件,他们的名声已经在网上响了, 但他们两个都是厚脸皮的,被骂也无所谓,反而渐渐把账号做起来了,每个月收益比打工可观得多。 可惜,黄茂尘享受到了不劳而获的甜头,已经静不下心来,从头开始,一有厂家找上他,他就按捺不住地接下了这个天价广告费,根本就没管质量是不是有问题。 结果,刚封光了一个多月,马上就因为带了有问题的食品。 直接面临巨额赔款,而很巧的是,这个厂家正好前段时间也找我合作,只不过被我发现商品问题拒绝了,刘沁梦竟然以为是我在背后使进谋,气势汹汹地找上了我,沈杰明。 你这个小人,知道盛天的产品有问题,故意让他去找阿陈,害得我们现在面临天价违约金,你怎么这么恶毒? 我的车子刚出小区,刘沁梦突然出现,挡住了我的去路,然后冲到我的车窗前,朝着我歇斯底里的怒吼,脸上尽显刻薄,我浮了浮太阳穴,有些头疼地降下车窗。 克制着怒火,刘沁梦,别什么都往我身上推,我根本就不知道盛天的事,而且,你和黄茂尘根本就不值得我出手对付,再说,这个产品,你们不接,人家盛天还能强迫你们吗? 说来说去,还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想赚烂钱,不是我做的事,我坚决不会认下,刘沁梦想要倒打一耙,门都没有,不是你还有谁,你就是见不得我和阿陈好,一定是你,是你抢走本该给阿陈的财运。 说着,刘沁梦的情绪更加激动,开始拍着我的车窗与无伦次。 我白了他一眼,自知多说无意,便懒得跟他在解释。 直接升上了车窗,我要是你,现在就赶紧想想有什么补救措施,而不是在这里逮到谁就咬。 撂下话后,我直接摆手,就让司机开走,没理会刘沁梦在后面又叫又喊,黄茂尘是贪,刘沁梦则是蠢,两个人简直就是绝配,他们根本就翻不出风浪。 如我所料,没一周,我就得到刘沁梦和黄茂尘破产的消息,两人生育本来就差,还卖劣质品,不仅被骂得很惨,一笔天价违约金,就让他们拿不出来了。 走投无路之下,他们只能把账号卖了,两个人又恢复了一无所有的状态。 明明是自己作死,但他们却总觉得,是我在整他们,经常在我公司楼下鬼鬼祟祟,我心里暗自提高了警惕心,正好让我发现了端倪,他们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,竟然收买了我的助理,想趁机在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里加料,为了毁掉我,他们真是不择手段。 本来我还不想跟他们计较,现在看来,我也不必手下留情了,为了能瓮中捉鳖,我装作一切都不知情,等着他们出手,等到他们去我城南的工厂下手,我已经安排好人等着了。 刘小姐,这些要加下去,真的只是让人上土下谢一场,不会要命吧。 我带着人到门口,就听到里面传来助理小王忐忑不安的声音,只是刘沁梦愿毒的声音紧随其后,放心,不会出人命的。 而且,就算出事,也查不到你头上。 小梦,跟他废话什么,赶紧把药加进去,不然一会儿人来了。 听着黄茂尘急不可待,催促刘沁梦赶紧下药的声音,我直接让人将门踢开,巨大的声响,让里面的人都转过头来。 你,你们怎么在这? 我带着一堆人冲进去,正好目睹刘沁梦将一大袋药倒进机器台上的原料桶里。 看见我们,他很是慌张地将还没倒完的袋子往自己身后放,然后欲盖弥彰地大喊,你们干嘛。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,跟在我后头的警察,直接冲了上去,靠住了对面三人。 黄茂尘则是反抗地挣扎身子,仗红了脸,然后对于我大喊,沈杰明,你什么意思?你凭什么让人抓我? 刘沁梦呆呆地被靠住了双手,直到警察将他身后还没倒干净的药袋子拿过来鉴定,他才如梦初醒地抬起头。 转头恶狠狠地瞪着助理小王,你是沈杰明的人?你们早就算计好了,这是圈套。 一边说着,一边情绪激动地要朝我扑过来,我似笑非笑地清了清嗓子,神色冷硬,刘沁梦,我原先以为你们只是蠢, 却没想到你们这么丧心病狂,你们知道这一包药下去,产品一旦面向市场,你们会害死多少人吗? 不关我的事,这个药是刘沁梦找来的,也是他下的,有什么事情你们找他,我是无辜的。 被抓了个现行,黄茂尘心知这次栽了。 决定先发制人,就调转矛头,将一切都推给刘沁梦,阿尘,你。 完全没料到,黄茂尘会将自己撇得干净,刘沁梦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一般,倒在地上,失魂落魄地望着他,黄茂尘只是眼神闪烁,避开刘沁梦的视线, 与其有些中气不足,小孟,我知道你一直记恨沈杰明,觉得他抛弃了你,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? 这可是毒药啊,吃了会死人的,我实在良心过不去,对不起。 黄茂尘说得有理有据,话里话外暗示自己是被刘沁猛逼的。 我实在懒得,看他们在这做戏,直接打断,黄茂尘,你也不用演戏了,就这法子,根本就不是刘沁梦一个人就敢做的,你放心,等警察调查清楚,谁也别想逃过。 就我们说话的时间,那边化验结果也出来了,这一袋子要是白草枯,每个产品只要添加那么一点,就会咬人命。 黄茂尘和刘沁梦这一行为已经是投毒了,队长大手一挥,就要将人带走,黄茂尘终于害怕了,普通就跪下来求我,不,我不走。 沈杰明,你帮帮我,我不是故意的,你就饶了我这次吧。 刘沁梦却一把推开黄茂尘歇斯底里的呐喊,你求他干什么,你跪谁也不准跪他,都怪你,要不是你没出息,我怎么会做这种事? 明明不该这样的,下地狱的不该是我。 看着黄茂尘像个卑贱的蝼蚁给我下跪,刘沁梦的心理防线终于崩塌,他对A空气发疯,神色癫狂,也开始怪黄茂尘。 这两个人,已经开始自相残杀了,我给警察使了实眼色,黄茂尘和刘沁梦来不及再说话,就被提着往外拖,助理小王看着主人公被带走了,吓得爬到我脚边。 对着我不断磕头,沈总,我,我不知道那带药是白草枯,我以为只是正常的蟹药,不会出事。 你救救我,我不想坐牢。 我只是淡定地俯下身子,钻住他的下巴,泄药。泄药就可以随意添加,小王,公司带你不薄吧,为了那么点利益,你就在背后给我捅刀子,我不会出面,法律该怎么判,就怎么判,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 撂下话后,不管后面的哭喊,我直接走了,除了这档子是,保险起见,这个厂子的原料都得作废了。 也让我发现,公司对生产车间的管控还是不合理,接下来我还得对内部管理严加控制,因为案件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 警方那边只是将刘沁梦和黄茂晨暂时扣住,他们能买到这么多的白草窟,还有收买助理,这些都不是突发奇想就能干成的,因为知道他们这次逃不过了,我有些放松警惕,却是这一心理作用,差点就让我栽了。 当我隔天一大早开门上班的时候,披头散发的刘沁梦突然拿着刀子冲了出来,沈明杰,去死吧。 因为完全没料到刘沁梦还能跑出来,我一个不查被他的刀子捅在了左肩,刘沁梦,你想杀人。 被捅了一刀,我顿时疼得说不出话。 只能冒着冷汗,下意识拉开了和刘沁梦的距离,哈哈,你不让我好过,我就杀了你,凭什么,凭什么我选谁都要过苦日子,你们所有人都在欺负我,都去死吧。 刘沁梦情绪失控,看着就像是魔争了,双手举着刀乱挥,我强行震惊下来,忍着剧痛,将他手中的刀踢掉,我捂着受伤的肩膀,很是防备地盯着他,正好闹出的声响很大,有邻居跑了出来,赶忙叫来了保安,刘沁梦就被暂时按住了,索性肩膀上的伤被捅得不是太深,紧急包扎了一下。 我就被送到了医院检查,我怎么也想不通刘沁梦怎么能避开所有人,跑到找我报仇,就抓紧,给警局去了通电话,才知道刘沁梦是昨晚趁乱逃出来的,整晚都躲在我家楼下的花丛里,就等着报复我呢。 他果然还是如此的丧心病狂,永远只会将自己的不幸怪在别人头上,难怪活了两辈子了,能把日子过成那样,检查完没有伤到骨头之后,医生又替我换了一下药,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,就放我走了。 我特意让司机载着我去了一趟警察局,刘沁梦已经被作为重要对象另外关押起来了。 一见到我,他还是控制不住的抓狂,只是他这样的狼狈样。 已经击不起我内心任何的波澜,我只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,然后淡淡开口,刘沁梦,知道为什么你上辈子过得不好,这辈子换了人还是过得不好吗? 原因就是,在你身上,既然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,你不想着靠自己,而是永远只会想着依靠别人,除了一事,就怪在别人头上,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? 你现在的结果,都是你咎由自取。 我盯着她的眼睛,慢悠悠地开口,一字一句都往她的心窝子戳,终于在她面前承认了自己重生的事情。 刘沁梦只是眼神涣散地盯着我,冷了好久好久,才喃喃自语,你真的是重生的,我没猜错,哈哈,靠自己。 似是被我说中了内心最深处的想法,刘沁梦又哭又笑,俨然一个癫狂的疯婆子,说实话,她也挺可悲的,内心的贪欲早就让她迷失自我,即使上天给了机会,还是被自己荒废掉,只能说硬了那句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 一周之后,黄茂尘和刘沁梦的判决通知下来了,刘沁梦以投毒和杀人未遂的罪名,被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。 黄茂尘作为投毒的主犯,也被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,两个贪得无厌的人,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 趁着这次事件,我也意识到目前公司内部管理的不足,将助理小王开除了之后,我将公司内部的员工都审查了一遍,对生产的工厂增加了更加严密的安保体系、食品的安全问题。 向来都是我们做实业公司的命脉,我们担不起任何一点风险,一旦出问题,威胁的就是他人生命。 在我带领公司蒸蒸日上的同时,监狱那边也传来了消息,刘沁梦自杀了。 原来,自从我那天跟他谈话之后,他就开始变得神志不清,视而疯疯癫癫地讲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,最后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,直接撞墙自杀。 没想到,一个自私自利的人,最后会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,或许,他是心有不甘,觉得自己还有重来的机会吧。 不过这一切,已经都跟我没有关系了,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,我爸对我这段时间的表现也很满意,现在已经完全不参与公司事务了。 我深知,一个好的企业肯定是要不断进步。 所以,我力排众议,开始规划研发创新产品。 就目前的鸿海市场,我不能止步不前,我花了一年的时间,横向拓展了自家的产业链,不曾想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。 公司市值越来越高,社会上对我的产品形象的反馈也越来越好。 一年后,我带领公司坐稳了全市首富的位子,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也随处可见。 这一次,我没再重蹈覆辙。 我成功了,我终于证明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 人定胜天。 人定胜天。